疫情期间在家训练83天,摩赖一双鞋的学生找到了,世界正在悄悄奖励自律的人。 这两天有一次新闻,在安徽宿州,有一位中职学校的体育特长生,今年夏天将迎来高考,但因为疫情,他无法回到学校正常的锻炼。 于是,为了保持经济状态,他从1月19日到4月10日,整整83天他都未停止锻炼过一天。 虽然收场地和器材的限制,但他却并没有放弃,而是在自己的农村老家,用车古路、空心砖等简易器材替代进行锻炼。 甚至,就在他家的小院里来回练习起跑速度,把妈妈和爷爷扛在肩上,练习上下蹲。 在这短短的两个月中,他居然抹换了一双运动鞋。 有网友评价说,如此优秀自律的人,考不上好大学都难。 还有这样一则新闻,前段时间,在武汉客厅方舱医院,有一位师范中学的高三学生,他是整个家庭中最小的感染者。 他妈妈也感染了住在A区,而他住在C区。 妈妈也不可能随时监督他学习,但他却自己把六门功课安排得井井有条。 在大量患者在方舱医院跳舞、追剧和玩手机时,他却可以摒弃外在的喧嚣和热闹,而是一直埋头争分夺秒般地学习。 当记者采访他时,他说,我要利用这有限的时间进行冲刺,不能掉队。 也有网友评价道,可怕的不是别人优秀,而是比你优秀的人比你更努力。 有一句话说,自律出众,不自律出局。 高考就像一座独木桥,它看似考学生的成绩,其实更像是一场游升劣汰的大比拼。 只有那些可以耐住苦,扛住难的人,才可以取得胜利。 而那些懈怠、懒惰且不努力的人,只有被淘汰。 虽然高考不是人生唯一一条出路,但对大多数普通人而言,高考却是人生路上最公平的竞争方式和最好的逆袭机会。 所以,才会有成千上万的深深学子,竭尽全力,也要让自己成为上榜者。 你羡慕的成就背后,都有你坚持不了的自律。 今年一月,篮球巨星科比因飞机意外坠毁,不幸逝世。 这个消息传出后,许多球迷心痛不已,而他留给世界的,不仅仅是难以超越的冠军记录,还有他背后那激励无数人的凌晨四点钟。 曾经有记者问科比,你为什么能如此成功呢? 科比反问道,你见过凌晨四点的洛杉矶吗? 记者摇摇头,说不知道。 科比挠挠头说道,每天洛杉矶早上四点,仍然在黑暗中,我就起床行走在黑暗的洛杉矶街道上。 一天过去了,洛杉矶的黑暗没有丝毫改变。 两天过去了,黑暗依然没有半点改变。 十多年过去了,洛杉矶街道早上四点的黑暗仍然没有改变。 但我却已变成了肌肉强健,有体能,有力量,有着很高投篮命中率的运动员。 许多时刻,我们都很羡慕那些身上有耀眼光环的人。 殊不知,在这个世上,真正的天赋和才华是极少的。 对大多数而言,唯勤奋和自律才是通往成功最好的捷径。 著名画家齐白石曾有一句名言, 不将一日闲过。 他从年轻时期一直坚持每日做画, 并且一天至少要做五幅画。 在六十岁时,才声名雀起。 有一次,七白石过九十岁的生日, 他的家人朋友还有许多仰慕者, 纷纷来给他庆生。 那一天,他一直忙到晚上,才送完最后一批客人。 当时夜色已晚,他本想作画, 但家人坚持要让他休息。 第二天,齐白石一早就起床, 就在书房画画。 当时,家人劝他注意身体, 不要太劳累。 但他的回答却是, 昨日客人多,我没有作画, 今天可要补上昨天的闲过呀。 有一句话说,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其实,那些看似比你厉害的人, 并不比你更具有先天的优势, 不过是比你更有毅力, 也更有你做不到的坚持和自律。 你的自律里藏着你的运气。 在电影《摔跤把爸爸》中, 爸爸为了传承自己的摔跤梦想, 不仅要求他的两个女儿 每天早上五点准时起床锻炼, 还剪掉他们的长发, 在饮食上禁止他们吃油腻的食物。 在长期近乎魔鬼石的强压训练下, 他的大女儿吉塔率先拿到了全国摔跤冠军, 但吉塔也因此有机会脱离父亲的监督, 到国家体育队训练。 离开家后的吉塔, 内心开始有些松懈, 再加上他有一次回家, 居然摔赢了爸爸。 吉塔就以为自己是战无不败的摔跤能手。 于是, 他在体育队另一个女队员的鼓动下, 把心思用在了爱美上。 比如续起了长发, 比如开始涂指甲油。 同时, 他慢慢放弃了自律, 不仅开始吃父亲曾经叮嘱过他不可以吃的食物, 还把训练的时间花在去社交和看电影上。 同时, 他的教练也故意怂恿他, 忘记他爸爸教给他那些扎扎实实的摔跤技巧, 而是尝试去耍花招, 在技术上投机取巧。 很快, 他的摔跤成绩却在不知不觉中不断在退步。 在几次国际大赛中, 他都屡屡战败。 经历失败后的吉塔, 终于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于是, 他不仅向爸爸说了对不起, 又在爸爸的指导下重新剪掉了长发, 以免分心。 在影视上也做到极度的克制。 后来, 他再次获得冠军, 取得最后的胜利。 电影里, 爸爸说过这样一句话, 金牌不是长在树上, 等着你去摘, 而是要靠热爱, 刻苦和投入来浇灌它。 其实, 一个人的自律里藏着他的运气。 有时, 我们最大的敌人不是对手, 而是自己。 当你开始懈怠, 当你不自律, 当你放纵自己时, 差的成绩和差的运气, 只会离你越来越近。 但当你开始努力, 当你开始自律, 当你严格要求自己时, 好成绩和好运气, 就会悄然而至, 与你不期而遇。 世界正在奖励自律的人。 在知乎上, 曾有一个回答, 什么能力很重要, 但很多人都没有呢? 有个高赞的回答, 是这两个词, 自律。 读书时, 也许你也曾想好好学习, 但你无法克制自己的懒惰。 于是, 你把那些考入名校, 拥有好工作, 人生开挂的机会, 让给了那些, 坐得住冷板凳, 抵得住诱惑, 管得住自己的人。 成年后, 也许你也想好好努力, 但你无法走出舒适区, 于是, 你把那些能成就一个人, 能做好一件事, 能取得成功的机会, 又让给了那些, 不断挑战, 精进和打磨自己的人。 孝多·罗斯福曾说, 有一种品质, 可以使一个人, 在碌碌无为的平庸之辈中, 脱颖而出, 这个品质不是天资, 不是教育, 也不是智商, 而是自律。 一个人的不自律, 也许可以给自己, 带来短暂的快感, 但它, 却会让你付出一辈子的代价, 去偿还自己, 曾经偷过的懒。 一个人的自律, 也许会在刚开始, 感到极度的痛苦和艰难, 但它, 却会在未来, 给你带来更多, 注入自由, 优秀, 幸福等好处, 与朋友们共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